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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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周末的股市之报 我想整个最近的行情 这个当然是这个 该涨的就一直涨 对不对 像这个大翼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都常说 陈老师早知道我就买大翼 我说 我说你不要说你早不早知道 我已经跟你讲了也已经一百遍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边 我相信这个全市场 说真的 这个我已经讲到已经不想讲 就讲到真的是已经 我就说我就说 我就说你那个不是说国具华星科不好 对不对 你就买大翼就对了 你不要在这边想东想西的 你为什么因为老鼠年 尿漆啊你 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这种观念 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在说 为什么老鼠年会长那个小枝 尿漆啊不是小枝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你看既年 你看那株年 株年起的就不一樣 台积电一直起 所以今年哪有可能台积电也一直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不一样 尿漆啊你 你看都起这个小枝的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像这种所谓的二线的被动元件 二线的 他一定会比较 比较漂亮 就像你买 不是说我今天不让说 比如说有人说 诶程老师啊 我买那个 买那个中美金环球金也很好啊 可是我跟你讲买家金更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说你去 你如果有要想买国具华星科的人 你就买大翼就对了 我就这样讲的很简单 你今天如果想要买 你如果没买到台 你如果想要买中美金环球金的人 你就要买家金 你当然你今天不买细金元就没话讲 如果今天你不买被动元件那没话讲 但是你如果要买的话就这么简单 我已经讲过一百遍了 你要我再讲还是一样嘛 这个不是说国具华星科不会涨 也不是说中美金环球金不会涨 所以你如果要买这个 你就不如买大翼就不如买家金 就这么简单 那你要我讲一百遍我还是一样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一样啊 所以你看看这个你看看 你看看今年一定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小支嘛 你管他什么业绩好不好 反正说业绩好业绩不好 说业绩不好 你看看三 以及你看巴一个就三支啊 就三支了 对你看看三支啊 你看巴一个上来 为什么 很简单嘛 他股本小嘛 他比较小支嘛 真的啊 所以今年一定是这种的啊 你看看 我今天举个例子 你看看像这个热印 我也讲过了 我就拉回来一定可以买 为什么4.31 你先不要跟我讲说什么防疫概念股 我跟你讲 今年讲难听一点 你看这个热印这个股票 他不称今年大捞一波啊 这以前这种股票来拉近一点 你看看热印以前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 14块 要不要加热印你看 大股东 他不称今年他大捞一票 14块的东西 今年弄到快80块 你看看这个热印 你看看这个热印 你看看以前你看这个简直就是 爹爹不疼姥姥不爱的 这个全世界 你看看这个 这个以前你看看 这个以前你看看 现在的量热印的量 你看看 这是不是 像中彩票一样嘛 你看看今年才4.3亿 那今天我热印是43亿 还是430亿 他能这样子 他能这样子吗 一直你看从14块的东西 他今年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防疫概念股 就是因为他股本很小嘛 这个就是符合尿七亿 就是老鼠年 你看老鼠年 你看 长成这样子 14块 长到今天80块 这个几倍啊 我都懒得算 你看看今年这个热印 小股本啊 你看才4.3亿啊 而且越小的越会飙 今年就是这样子 你一直在那边分析美国 一直在那边分析川普 一直在那边分析 对不对 没有意义嘛 我陈老师常常讲 不是说我今天不要买黄海 不要买台积电 不要买金融川散 我是觉得 今年就是 这就是 对不对 你就很简单嘛 你就被动元件 当然就是买这个嘛 你要叫我讲100遍 我还是一样啊 讲100遍还是一样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你看看今年 就是这个 你不要去管他热印做什么的 来拉近 他的重点在这边 他才4.3亿嘛 他就是4.3亿啊 他如果4.3亿的话 他会飙 那不可能嘛 那一样的道理嘛 你看看 你看在后康道休保 为什么 为什么都会飙 3亿啊 你看2.9亿 今年他就是会飙啊 这拉回来都还是可以买 就2.9亿 来拉近也就2.9亿啊 就这么简单啊 我真老是在讲 应该加那个凌王也是啊 你就慢慢看 就3亿啊 你管他 我跟你讲 美国就算再崩盘了 这些股票还是飙啦 那美国涨了 这些股票也是飙啦 那美国涨了这些股票也是飙啦 你今天你在那边看美国涨还是跌 啊这些就是每天飙嘛 啊你要一直问我 啊 今天你要去年 去年就一直去这 啊你是在罕民了 大意就买下去了 加金就买下去了 这好康道休保 我身边热印 你就跟他 丢回来不能买 我就不信啊 我陈老师在讲 不就是这些吗 啊你 我就跟你讲 今年一定是流行 你慢慢看很多小股本的拉回来 以后会再大涨 你慢慢看好了 那今年就是买了小股本啊 那小股本每次拉回来 你也不敢买啊 像热印拉回来跌停 你也不敢买 洪康拉回来跌停 你也不敢买 对不对 那我有什么话好讲 那大意你看看 从80块跌到剩50块 没有人敢买 现在50块又涨到80块 大意 今年就涨这小股 这我敢没说过 这我没讲过 你给他骗 这我没说过 我说今年就涨小股的啊 你看看为什么他能涨 才4.4亿啊 会撞磕 你看看 怕一个马上上来 今天又涨停板 你看看 今天又起停板 你看 你看 这边又涨停板 这边也涨停板 这边也涨停板 你看看 今年不就是涨这个吗 你管他在美国涨跌 就是涨这个啊 这个我有没有讲过 会撞磕 很会撞 撞到爆 有啦 陈老师你都也有说过 有说过就好 下来你敢买 等一下 拉回来你敢买 拉回来你敢买 一步买对不对 这种四点四亿 这种四点四亿 今年就是涨这些 你要我一直讲 讲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不都是这样子吗 没讲过天下都是我的 一统天下加迅速得天下 各位投资朋友 这不会涨 我今天跟你讲 你看你慢慢看 像我跟你讲 像这个一统天下 这个迅速得天下 我跟你讲 你拉回来都要注意 为什么就古本小啊 你看看 这个你看 打回来也没人敢买啊 王龙啊 你看怕一个马上就上来了 最强的游戏概念 来拉近一点 为什么 为什么 来拉近一点 古本小啊 这10以下 8.5亿啊 今年不涨这个 难道你去买那85亿的吗 什么东西是85亿 什么 一大堆股票股本 都80 都七八十亿的 你今天说实在 你不买这个 你买什么 为什么他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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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讲过啊 你怎么会没讲过 都讲过好不好 每天都更 这今年不都是小股本的吗 今年不都是小股本的吗 我今年跟你跟你说 你去插 今年重点不是在于 你选什么股票 对不对 你今年你不买这个 你去买旺宏 买友达 买鸿海买台积电 不是不能买 旺宏股本多少啊 有达股本多少啊 对不对 我陈老师讲的是真话 你看不要讲什么 你看那个玉笼 虽然现在剩下十几块 又简直 股本还是100亿啊 你一个 真的有人说陈老师 为什么要买大益 大益是好在做 大益听说今天有贪钱 前一阵子大益还说 去年全年都亏损 连续七个月降 连续七个月亏损 人家就在出货嘛 我就跟你讲 你管他大益是不是在出货 你我跟你讲 你就是买大益就对了 你一直要问我 我就跟你讲原相精彩 那怎么出得掉 心相优群 那怎么出得掉 每天讲耳提面密 苍娥艾普 高丽现在出得掉吗 那你很奇怪 你一直在问我 说陈老师 我到底要参加什么投顾老师 你看看 今天美国跌 大跌 还是涨这些 美国跌了几万点 这些还是照标 今天美国涨上来的 这些股票更标 那你等到下一次美国跌了 这些还是标 那你永远在那边想着说 我怎么样去买台积电 怎么样跟着国安基金去买台积电 怎么样跟着国安基金去买台积电 怎么样跟着国安基金去买这个鸿海 去买金融传产 你这不是在买 你自己在那边买台 你今天说实际上 你会在买台 美国到底是 大家看看 那谷叶寒讲什么 等一下看看 那个WHO讲什么 等一下又看看 那个WTO讲什么 看看这个 一些专家讲什么 美国到底什么时候反弹 美国的 WTO 全球经济衰退 要衰退到什么时候 比尔盖茨说明年到了秋季疫情 才会结束 所以现在可能到这边还是会稍微的有卖 你管他有没有卖 美国跌也是涨着些 美国涨还是涨着些 美国下一次再跌还是涨着些 美国下一次再涨还是涨着些 张什么大义 张什么昌和 张什么优菌心象 张什么高丽 张什么艾普 你不买我 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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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康好康到手 还是涨着些 你惊人 你惊人 我就跟你说 尿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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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尿漆啊 你管他什么防疫概念股 国际概念股 我跟你讲 他就是4.3亿 他这个以后一定要拉到100 我今早就跟你讲 他今年大股东 他撈死 他就在炒股 你管他的 诶 这种股票 他今年像中热透一样 他从来都 都滴滴不疼老老 不爱的这种股票 永远在14块的热印 他今年可以这样子 一下子量变那么多 这台湾股票 股票市场里面 没有炒股 你把他捧 这个你看看 以前是这样子的 这种股票才4.3亿 才14块 以前没有人要买 法人什么 谁要鬼要买啊 今天热印人长成这样子 拜托金管会主委顾立雄 财政部长 台湾哪一支不是在炒股 台湾哪一支不是在炒股 今天大义会这样拉 今天不拉国具台信 不拉国具华星客 会拉大义 台湾哪一支股票没有炒股 我问一下顾立雄 你們有在查吗 民进党我就说任期股票飙涨嘛 这就是民进党嘛 那你就跟着这个任期股票当冲 任期股票飙涨 今天说真的优群 啊星象星象多少明星三缺一 都进去里面买了 台湾本来就是在炒股嘛 那你不买我有什么办法 你老师今天要买那个什么 买那个买去啊 然后还跟着美国 美国万一再掉下去 又再担心美国涨上来也担心 美国掉下去也担心 那你为什么就不买这些呢 幽群星象原相精彩 我讲了不想讲了 昌和 都股本很小的 什么利基才六亿 你不买 翔硕家者才六亿的股本 茂林KY那才六亿的股本 今年不都是这些 你一直在那边自己看看你要买什么 买等一下买一下 看看哪一些比较好的 什么东西好啊 尤达这边好像不错 尤达股本那么大 旺宏也不错 旺宏对啊 外资每天买啊 买得上去吗 白痴外资 我跟你讲 不都是涨这些吗 你慢慢看这个拉回来 都这些 都这些 为什么他主力就寸不掉嘛 而且民进党都任其这些股票 任其这些主力在里面操作嘛 那你既然这样子民进党还不管这种事情 你就跟着就 那今年说真的 民进党也希望股票涨嘛 那民进党这种 这种政党他也任其股票飙涨嘛 他喜欢这种看这种 民进党里面有人在里面有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有啊 你说这是投信外资 我跟你讲 什么叫投信外资 哪一个投信 这根本就是里面都是主力在里面啊 投信的钱也是主力的钱啊 本来就是嘛 原相精彩今年会飙 那里面没有主力 你不要跟我讲业绩多好 这些人 这些人我跟你讲叫一排 大股东站出来叫一排 我跟你讲每个脸上都挂着 我就是爱炒股 那你很奇怪呢 那我就跟你讲 今年又是老鼠年 那今年全世界又动荡那么大 那你偏偏爱买那个大支的 那大支才不会去啊 那今年不管全世界怎么做 大支的他就是不 不要说不会去 他不会飙嘛 那你全世界不管今年怎么买 怎么好 怎么买怎么好 那个是人家在那边多空 在那边修理那些做期货的人 你又不是做期货 你在管那些干什么 有的老师一天到晚在那边 来教人家做期货 我叫人家去死比较快 我不是在讲 很多人老师在那边卖什么软体 教人家做期货 等一下做多做空 你不要 你不要那个耶 你真的不要去做 今年我跟你讲 好多人做期货 那掉下来都做多 那上去了 那做空的人 转转又全部刮掉 不要做期货 你真的会死人耶 你不要开玩笑 今年说真的做股票的还好耶 我知道好多做期货的啊 下一次上一次下跌全部做多 这一次上来全部都放空 暴涨暴跌 那个做期货真的很惨 我不想讲了 你们那些 因为有时候是宿命啊 喜欢做期货的人 他就是只有一条路是死路 因为他贪嘛 那你还跟那些老师每天在那些什么指标 在那边弄来弄去 试着多保护自己 你不要在那边开玩笑 拿自己的生命 拿自己的家庭 拿自己的小孩 在那边开玩笑了你 贪的那个样子 期货比较好赚 你看看今年美国大跌了一万点 全部赚到 大涨又一万点又全部赚到 我求求你好不好 我真的求求你 你是怎么样 拿自己的家里面的钱 全部去压了就对了 尤其很多老师在那边教人家怎么做期货大赚 一天赚几百点 一天赚几十点 有一点良心啊 我真的讲一句话 那些人已经很惨了 那些做期货的人已经很惨了 你不要再给他那边火上加油了 还带他什么指标要怎么做期货 你不觉得那种老师看起来像筷子手 每天用那个电脑叫人家做期货 我等下又 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你叫人家去死啊 期货我跟你讲很惨的 这一次你知道我跟你讲 那个很多人 你就是这些买一买就好了啦 你是听不懂 你为什么稳赚的你不赚 虽然对他没有期货赚的那么快 但是他稳赚啊 然后要不然你就去买什么台积电买红海 你起来 然后还在那边担心美国大跌 美国大跌我的台积电红海 我的金融传长万又跌了 你买这个就是稳赚的 你为什么不买呢 民进党就是任期这些股票在那边飙涨嘛 这根本就没赚钱 今年黄仇人他就来炒嘛 利基电又要来炒了 大亿这这为什么他能涨 大亿为什么能涨 就是任期飙涨嘛 这民进党不就任期他飙涨嘛 你看这热硬 4.3亿他今天飙涨成这样子 4.3亿都是小股本的啊 这也是小股本啊 红康到小股好康到小股也2.9亿啊 你看看会赚科 今天也4.4亿我没讲过 我没讲过 我没讲过网龙 天下都是我的 为什么天下都是网住龙 不是天下都是我的 我没讲过 为什么8.5亿啊 今年不都飙这些 你很奇怪我也都讲过了 你不买啊 因为今年是廖七亿 你廖七亿就是飙这个啊 不然你要飙什么 天下都是我的啊 你要飙什么 你飙跪哦 我会赚科 对不对 民进党就任期这种股票一直飙嘛 以前国民党哪会啊 马英九哪会喜欢这种飙啊 马英九每天都是赵丰金跟富邦金飙 马英九干他8年 那民进党都是这种小肢的飙 你就知道每个党就每个党的特征 民进党就是要生主力股嘛 你想也知道 国民党也要引起以前 就是飙一个什么富邦金啊 飙一个什么赵丰金啊 那小肢的都不敢飙 那小肢的以前国民党的时候 飙三天的调查局就去了 民进党就都要飙这个啊 你怎么不买 你为什么不买 今年又老鼠年啊 你看看 所以民进党都任期这些股票飙涨啊 民进党啊 都任期这种股票飙啊 你没看到吗 你不觉得吗 为什么 大义 大义是比国际华星科好在哪里 问题是他会飙啊 就这么简单啊 你不买 我说陈老师啊 我觉得大义 应该没有国际华星科体质好吧 废话当然没有国际华星科体质好啊 但是他就是会飙嘛 你为什么他比较小资啊 又有阻力在里面炒啊 那业绩会成长 成长的屁 我跟你讲 那业绩 国际在1300的时候业绩不成长 宏达店在1300的时候业绩不成长 你不要看业绩好不好 EPS赚好多钱 所以他会大赚 我就跟你讲这不会飙 你们看 我就跟你讲他会是被动员内的救世主啊 大义啊 早就讲过 这不会飙 这蝗蟲人今年不就在以前炒力鸡 炒力鸡 炒力鸡 死了一堆人 今年又来炒艾埔炒力鸡店 就是蝗蟲人的作风嘛 昌和 这不会飙 这不会飙 这个没有飙 原相精彩也是一样 这没有主力在里面 明星三缺一 这没有主力 我已经讲过了 那么清楚了 跑不掉啊 他当然跑不掉 他怎么跑得掉 他是不往上拉怎么跑 会再拉 你看讲了多久了 会再拉 陈老师啊 我真的不知道买什么 我说很奇怪 你不知道买什么 我早知道 我就买54块的大义了 我早知道59块在追 我早知道各位投资朋友 我今天66块再买 你不要跟我讲那个好不好 你讲那个也没有意义了 我跟你讲的东西你就不要买 真的 我也没有要你强迫你买 对不对 你买干嘛 你去买国际华星科就好了 你买在干嘛 我没有要你买啊 那个老师 今天头顾老师 200个头顾老师 哪一个没有大义 没有大义的头顾老师 就不叫头顾老师了嘛 这本来就是头顾老师嘛 为什么有人看金 对不对 有起来大家都有大义啊 今天哪个头顾老师没大义 今天哪个头顾老师没大义 今天哪个头顾老师没这个 今天哪个头顾老师没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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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多久了 来看一下热义 我不是跟你讲 他赢在哪里 4.3亿啊 为什么后康到九博 2.9亿啊 都是从小股本啊 民庆董就要生七种啊 尿七亚董就尿七亚垢啊 对不对 就这样子啊 每天就只会口水战 骂来骂去啊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这样子啊 网龙啊 你看看为什么会长 我陈老师今天说句实在话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今天送你一支股票 我们参考就好 你不要买 你真的你不要买啦 我今天说真的 你买了也没意思 来我们来慢慢看 你看 这一支股票 我给大家 来念一遍 通通大涨 加加大标 我们来看一下 我只跟你讲几个重点 记得不要买哦 不要买 有没有听到 来几个重点 你今年你就多注意主力股 好不好 你知道有一次股票叫加金 你知道 加金更金 你就把它记住了 以后你慢慢看 我不要跟你讲什么 因为陈老师啊 会赚科 我也没买到 网龙今天掌停板 我也没买到 网龙天下都是我的 我没讲 会赚科很会赚 我没讲 你给他骗大意 大意 我没跟你说 他就跟你说 每天跟你说 每次跟你说 叔叔跟你说 就是大意 你也不买啊 会赚科没跟你讲 网龙没跟你讲 都没讲 那就最好 优局没讲 没关系 那我们也没关系 接下来我跟你讲 会不会通通大涨 加加大标 各位 有一支股票叫加金 我想你慢慢看这个股票 你不要买 我跟你讲 你以后你就要注意这种 价位又低 然后股本又小 那陈老师啊 有没有下一支热印 有没有下一支红康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今天这份资料送给大家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2 抱113366 抱113366 投资这条道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静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 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股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投资的至胜关键 投资的至胜关键 买进未来的机会 再听人生高峰 请直播02-8511-3366 开车摊杯 保证你乐极生杯 那如果是好啊 简单 酒后回家指定驾驶 一 找家人在 二 请朋友带 三 叫小黄来 为了安全 那我还是搭小黄好了 聪明选择 酒后不开车 回家平安柜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不要买 没关系 我再讲一遍 你不要买 不要买 没关系 我都讲过了 都卖杯 好不好 不要买 今天这份只要送给大家 我们做参考就好 注意啦 我陈老师还是那句老话 今年要多注意老鼠股 多注意小股本的主力股 好好把握 谢谢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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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